作曲 李宗盛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显得疯狂 街火焰去隐藏 残存的鲜骨衷肠 身影甜蜜而知详 只为重破解尘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信温荡莫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往天涯路远 你觉醒的勇气未曾明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向前 我爱他 我爱你 我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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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知道我和龙珠是好朋友 才让龙珠在门口看着我呢 知道我不会逃跑 将军 你怎么来了 本将军要进去找乐子 滚开 小的门花都起来躲起来 这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乐子 将军你还是到 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你懂什么 那里面那只小狐狸 不就是乐子吗 琉璃是乐子 龙珠不明白 我告诉你这只笨竹 你懂什么 滚滚滚 将军 龙珠是笨 龙珠是什么都不明白 但是 童帅让我看着紫琉璃 我不能疏忽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拦着 本将军的话 我就把你烧来吃 滚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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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被人点了穴了 也好 省得我亲自动手 你要干嘛 你知不知道 刚才看着你被那个老狐妖折磨 我有多心痛啊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真香 刚才那只老狐狸 就是缺了这种稚嫩的香味 你别碰我 你走开 丫丫 我杀了你 小灿萌 小灿萌 你对他做了什么 有啊 本将军是用毒的祖宗 看看你的毒厉害 还是我的毒厉害 小灿萌 你对他做了什么 放心 他只是中了我血中的毒 晕了过去 不过想让他死 也是很容易的 小灿萌 我求求你不要杀小灿萌好吗 我求你放过小灿萌 好啊 既然你求我 就乖乖听我的话 只要你顺从我 什么都好说 我求你 你别碰我 我求求你放过我 你别碰我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救命啊 怎么办 救命啊 放过我你走开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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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我 不动 不动 托儿子 死 死笨珠 我救你 怪物老师 不要打了 死笨珠 不要打了 打死你 不要打了 找死 不要打了 死笨珠 找死 住手 我什么都愿意 你不要再伤害他了 算你走运 死 臭花药 死笨珠 你敢 死笨珠 你放开我 琳琳 死笨珠 你给我等着 回来 你等着 来人 来人 来人哪 来人 将军 这 你看什么看 快解开 气死我了 这只死猪药 我要割了他的猪耳猪鼻猪瘾 然后 好了 吵什么吵 烦不烦 我要杀了他 龙珠虽然笨 但是他为了娘亲的安危 已经乖乖地把子琉璃 给我捉回来了 他怎么又能贸然地 把他给放了呢 大使将军你 怎么又会出现在 那个屋子里呢 我是去看看那个叛徒 跑了没有 本统帅已经命令龙珠看守 将军 你担心什么 谁知道那个狐妖 会不会勾引龙珠 趁机逃走 狐妖一个个都生性监察 会音会道 他 将军 那你觉得 本统帅跟那叛徒 到底谁更狡猾呀 本统帅命令龙珠看守 自有原因 将军你不理解 也就算了 竟然破坏本统帅的好事 好 好了 是 是本将军想要找那小狐妖玩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啊 他人又不是我放的 好 既然这样 本帅现在就把他们抓住杀了 站住 那个紫琉璃 可以任凭你处置 但那个龙珠 我已经答应不杀他了 如果将军敢杀了龙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可以斩了他的左脚 明白了吗 好 这次我就给你面子 简直是玷污了一气小队的威名 琉璃 你起来 没事吧 这是哪儿啊 我们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啊 什么味道 不 不要问 这是化毒 小狐妖小笨猪 你们是逃不掉的 没想到你这只笨猪还有点问世 不愧是幽灵先锋啊 琉璃你快走别管我 不要 我请弄住 我忽然忘了 我不能杀你 我只能斩你一条腿 我只能斩你一条腿 嗯 死笨猪 竟然敢刮伤我的脸 你 丑陆的你 知道这声脸对我有多重要吗 我少不了你 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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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 来 弄住 你的腿 你不要管我 你快走 竟然敢耍我 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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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你的腿 你怎么会有虎谋啊 你先别说话了 我赶快去帮你吃血 不要 琉璃 琉璃 没有 琉璃 没用了 没用了 琉璃 我很高兴 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好开心 因为我这样的朋友 又没了眼睛 又没了胳膊的 你这个笨猪 我是笨 龙珠 龙珠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一切都值得了 龙珠 你还跟以前一样热情开朗 我子琉璃答应你 无论你去了哪儿 变成了什么样 我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 龙珠 龙珠 琉璃 大家好了 大家好了 琉璃 琉璃 我不要 你怎么了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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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龙珠 回去好可怕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你怎么了 龙珠 龙珠 你清醒一点 琉璃 我在我答应 救救你了 杀了我 杀了我 龙珠 龙珠 你答应 杀了 杀了我 好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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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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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答应我 龙珠 你答应我 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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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信 龙珠 你信信啊 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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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信啊 小狐妖 你竟敢骗我 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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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 你杀不了我 臭花药 你又被骗 小天猫 快去找张灵和铁狼 快去 想叫你的朋友来帮忙 好啊 等他们全到齐了 我正好全都杀了 就凭你 对啊 如果我杀了他们 那也太无趣了 我要你亲自动手才更有意思 我现在就赐给你 能够杀死他们的利益 不知道为什么 从一马果道回来之后 我的心特别地不安 会不会是因为醉酒鬼 变成了狂将军啊 或许吧 也可能 是因为练皮鞋 想不到过去我们三个 对他更之入骨 现在竟然为他担心起来了 说到底 练皮鞋是第一个正式 叫我剑法的人 他算得上是我第一个师父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练皮鞋也是我师父 只是不知道 他愿不愿意 收我们当徒弟 他已经不收徒弟多年 要不是把我们视作徒弟 他也不会叫我们剑法 南越剑峰楼的剑法 可不是轻易外传的 你说 我们三个要是 拜他为师的话 他能答应吗 很难说 练皮鞋的心思 真的很难猜 练皮鞋的心思 琉璃说事了 花 花 花将军 琉璃遇上花将军 快带我去找他 小军 师兄 你是去找菲菲世杰吗 有些事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我也想向菲菲世杰请罪 小军 天空之境 已被九尾湖炸毁 本作 亦将永远消失在人世 希望我积存在这小灵台上的灵力 能够支持到 摩羯城到大阵结束的时候 把第三剑 和第四剑原始圣甲乘上吧 五剑原始圣甲已得其次 五剑原始圣甲已得其次 有灵听助我 应该可以很快推算出 最后一剑原始圣甲的下落 盟主们 闯阵者随时准备出发吧 知道了 终于到了 摩羯城到大阵最后一关了 一阵攻城 最后十几名闯阵者 还不知道能剩下几个呢 一个就够了 只要剩下一个 我们就有希望了 琉璃 琉璃 可恶 看来琉璃是昏迷不醒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花将军千当万挂 先救他再说 好 队友 你们这样冲出去的话 会不会他莽撞了 我知道 你们一个想救琉璃 一个想为母亲报仇 可是你们别忘了 我们现在要对付的 可是一气小队的花将军 他用毒厉害 没那么好对付 稍有闪失的话 我们不但救不了人 就连自己性命都保不住 好 停了 这次如何救琉璃 就由你来决定吧 我 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 最清醒的一个 所以 你做决定 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对你绝对有信心 好 如果要是我做决定的话 那个就是我的做事风格了 那大人 放手去做吧 那我们就跟花将军 来个正面一击 果然是铁朗的风格 怎么了 不可以吗 没有 你是领队 一切都听你的 依我看 此刻琉璃肯定就是个陷阱 花将军一定是躲在暗处 想要偷袭我们 所以 我们就跟他来个正面迎战 打破这个敌暗无名的局面 那万一 花将军真的愿意 跟我们正面交锋呢 那 就是考量我们苦战成果的时候了 所以 避免花将军用毒 我们必须一击击中 速战速决 好 我 我 就 你 你 你 快 给我出来 你这个只会用毒的老毒物 我们现在在张霖的烟雨伞下面 百毒不侵 你那些伎俩 已经没有用了 有种的 就快点出来 跟我们证明一战 怎么 怕了吗 你这个千年老毒物 网友千年的道行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缩头乌龟 不 你连乌龟都不如 起码乌龟 不会用毒蛆迷惑女人 得到他们的心 男人想要征服女人 靠的是外表 是实力 是男子的气概 你却只会用毒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个下三滥 不入流 老毒 你肯定是千疮百孔 其仇无比 怪我 快点出来 住口 看清楚 你们给我看清楚 我这张力 是其仇无比吗 你们比得了我吗 你们看呢 你不是其仇无比 你简直瞅得不堪入目 好 你们想跟我正面一展 那我就成全你们 你问你 你必须要是谁 而且因为原本 你必须要是谁 你必须要是谁 你要是谁 肯定是谁 却は在这屋宿 你们 你必须要是谁 都是谁 你必须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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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是谁 走 救命 这一件是为我娘亲报仇 杀了我开心了吧 能够报仇畅了吧 可是还没有结束 因为 因为 我 我还有她 陆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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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 陆璃 陆璃 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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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定是中了花江旧的情魔花种 我们先送她回狐狸窝吧 你放心琉璃 我一定会救你的 想不到 想不到他们修为进步这么快 都可能已经超过我了 师兄 你不会说的 不会的 师父教我的太清鬼圆绝 我还没有练成 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你还有我呀 只要有我在 你就不会输 你需要力量吗 想要成为问道者吗 我可以帮你呀 怎么了 师兄 没什么 可能是我有点心乱 师兄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都会帮你得到 小月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是 进来 令副盟主 今天伤势如何 还死不了 可是 你的脸色看上去 还是很不好 你们不也一样吗 有什么话 就说吧 我们不要骗他了 实话实说吧 我有一位朋友 中了花将军的情谋花主 我们知道 你仙医术最高明了 所以想向你讨教一些 解读的方法 什么朋友 怎么会中了情谋花种之毒 他叫子琉璃 是一只狐妖 而且还是幽灵先锋 但他是只好妖 他因为相信张灵 会成为问道者 所以背叛幽灵一乡 来帮助他 希望张灵能阻止人妖两界 再次开战 还有 要不是琉璃帮我们 我们三个 早就在摩羯神道大阵 第一关的时候就死了 他还帮助我们打退了白千基 获得了第一件原始圣甲 还有 够了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要是让其他四位盟主知道的话 后果会如何 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们凭什么认为 我不会处罚你们 大概是 我们已经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师父了吧 徒弟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要来请教师父了 你们又凭什么当我的徒弟 头都没磕够半个 师父没叫过一句 就想当我的徒弟 想得也太美了吧 还不愧拜师 师父 请受徒儿一拜 我不会让你们这声师父 白教的 起来吧 可惜 可惜 可惜有些事 即便是师父也帮不了你们 我救不了子琉璃 为什么 你们还记得仙道界 七大谜团之意 见风楼沙图案吗 当然记得 你为什么杀了入室弟子奥儿 一直是仙道界的最大谜团之一 我要是今天能救得了子琉璃 当年也不会杀了奥儿 难道奥儿也是中了华将军的毒 华将军不但欺骗了他的感情 还向他下了情魔化中的毒 还向他下了情魔化中的毒 要不沉默 要不化毒攻心痛好七日而死 要不化毒攻心痛好七日而死 要不化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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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或许有一个人 能帮到你们 是谁 小万世 万世 万世的法宝仙药 虽然离京叛道 但却有着不少巧思 或许会有什么能对症下药的 也说不定 死马当活马医吧 去找万世 等一下 师父 奥儿的仇 我们三个已经替您报了 你们杀了华将军 他不但抓了琉璃 而且 他也是杀害我母亲的真凶 我从我母亲的遗物中知道的 现在 奥儿和我母亲 终于可以安息了 做得好 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我们这身好徒儿 也不会让您白叫的 去吧 走吧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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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这个真没有 求求你了 想想办法救救我们的朋友吧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你发明过那么多灵丹仙药 一定可以找到解去 花将军化毒的方法的 求我也没用 花将军用毒三界无双 就连仙医术最强的练屁鞋 都束手无策 更何况是我呢 你们的朋友就算死不了 也会成魔救不了了 那有没有可能 拖延毒性发作的药物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有时间 找其他的救治方法 一时想不出来 一定会放放的 你干吗 张灵你放了吗 十三号发现东西 不能随便碰的 你想回来逛妖门吗 张灵 你给我冷静一点 逛妖门没了 我们并没有荣耻之地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吗 我怎么忘了它 什么 解药吗 这不是药 这一颗是我去年夏天研制出来 制作冰镇乌梅汤的宝贝 冰破神珠 你是说 这冰破神珠可以职我们的朋友 当然不能 但是这颗冰破神珠 却能冰封你朋友的身体 让它的心脉清晰缓慢 进入假死的状态 到时候啊 就可以延缓它的毒性蔓延 真的有用吗 试试吧 效率持久吗 你们试用后告诉我吧 情依宝贝 明星下面 再试试 我说 再试试 我先试试 跳 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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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兵魄深处有用 上次万事给我们的疗伤药 虽然有用 但是副作用也不小 不管怎么样 还是试一下吧 总比花毒攻心而死也要好 她的脉搏变得清晰缓慢 看来冰魄神珠 真的让花毒蔓延的速度减慢了 琉璃 琉璃 你听我说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帮你解取花毒 让你变回以前的琉璃 一定会的 你们俩回去吧 今天晚上 我在这里陪着她 是啊 菲菲 你也需要休息 好 那我们先走了 你也累了早点休息 明天我来接班吧 走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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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呗 大家都在说 你跟铁篮在一起了 看来是真的 是真的 我还以为 你会跟张灵开始的 想不到是铁篮 但铁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有他陪着你 我是放心的 只是 只是昆仑师兄 还是放不下你 他是放不下小玉吧 小玉怎么能跟你比 菲菲 我敢以性命保证 昆仑师兄对你的感情 绝对是没有改变的 本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直至龙乱之后 你叫我去安慰昆仑师兄那一晚 我看到了 他跟小玉 我本来以为我们三个人 会永远不离不弃 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云琪师兄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大师兄 他就交给你了 大师兄现在每天跟小玉在一起 有整天躲在房间里练功 我也很久没见着他了 但是你别担心 我会时常去看看他的 夜深了 去休息吧 好 你也早点休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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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我找大师兄 师兄他正在修炼 允其师兄 还是明早再来吧 整整一天一夜都在修炼 难道不用休息吗 师父说过 修炼太前归圆绝 绝对是不能操之过急的 否则内气容易走岔 我要见他 师兄他正在修炼的 紧要关头 这个时候打扰他 我怕他真的会内气走岔 云琪师兄还是请回吧 那师兄修炼完成 再通知我吧 好的 师兄你没事吧 只是有点差弃 现在没事了 那就好 师兄 你绝对不能输给 飞飞世界他们 你一定可以练成 太清桂圆绝的 他 妈妈 我 咱 咱 咱 如何 白千姬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他不会喜欢烈火石心的滋味 小长老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个无极宝塔就要被炼化了 这个封印已经越来越弱了 朗帝出关的日子也即将到了 看来我们血洗人间的日子 就要来临了 叩见三位主人 小主人 你手怎么了 这与你无关 我问你 怎么这么久不来汇报 几位主人 千姬在人间忙得要命 伤势刚刚好准 就要去找花将军 找完花将军之后 还要去把五月仙盟给毁了 什么 你毁了五月仙盟 是啊 但得知五月仙盟要突袭我们幽灵一乡 夺取原始圣甲时 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大怒之下 我跟花将军就把五月仙盟的老巢给端了 杀他们个落花流水 给你们出了口恶气 干得好 老巢烦了 五月盟主和那几个闯阵者 岂不是无家可归了 是啊 不过我还没有说完呢 花将军为了惩罚那个叛徒紫琉璃 已经在他身上下了花毒了 所以那个紫琉璃已经命不久矣了 干得好 待我们离开幽灵一乡之后 定会赏你跟花将军的 赏花将军 孝主人 如果你想赏花将军的话 恐怕要等到魂归大荒之后了 什么 花将军死了 是啊 上阵杀敌 哪有不付出代价的 花将军已经壮烈牺牲了 想不到幽园盟将离我们而去了 虽然给了五月仙盟一个重创 但是他们还是从我们这里拿到了两件原始圣甲 现在就差一件便问道者林原始归一了 太后急招臣等 侍卫何事 本宫想知道幽灵先锋在人间的战况 幽灵先锋的一切 跟太后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吧 本宫是幽灵异乡的太后 难道不可以过问吗 太后 此刻你不要忘 你是因为私通外敌才被关在这儿的 等郎帝出关后再情发落 至于臣等现在还听宣赵 那是看在先帝之恩罢了 看太后如此紧张 莫非是从千计算里推算出什么事了 想必跟太后的天生侍女 自流离有关 不敢愿春风拂面 严重去年 不敢愿春风拂面 默然回想出间失到花雨满天 战不敢愿春风拂面 战不动的青丝离海浪 纷飞落进云园 隔着旅途还要伴你 撑过世间的北雨花 传不清的爱 传不清的爱 传绝沮丧 几多别彼此守了 泪伤染 如冰烟火烟 才恍然 蓝沮丧 战不断的情丝里还乱 纷飞落进云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